第951章头铁月十二,到现在,韩非越发觉得,并不是出生好,就一定天资就高绝。当然,优势是有的,只是往往没有那些靠自己。走到今天的人来的坚定,月十二不是千辛城的人,好像也是哪个村里的。对,就是村里,不是镇上,和清晨有些类似。月十二比较愣头青,比较莽,从见过一次她的战斗,韩非就可以看出来。 蒋迎,也得莽,这和对待千辛城那些人的态度不一样,韩非觉得月十二这样的人虽然隐秘,但本性早已展露,没有那么重,那么深层的心思。此刻,千米高空之上,从地面看过去只能看见两个小点。对于地面上的这些普通人和孩子来说,自然是羡慕的。他们也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这虚空之上,是炸风云。 毕竟,他们听过太多关于外面的故事,比如,海里有哪些生灵,真正的玄空岛,是什么样的,外面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 不过,从认知上,韩非是最先进来的,而且,他还夸张地表演了一下,所以,韩非早就得到了这些普通人的真正祝福。 从心理上,这些人更愿意韩非赢,约三百多强者,此刻有些坐在自家房子上,有些站在僻静的田地,有些在那些普通人身边。 因为他们知道,强者间的战斗有多恐怖,在刚进入这里之前,这些人都曾以为,只要自己进来,就有机会得到定海图。 他们以为,自己也会杀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雪流成河。那时候的玄空岛,地面都快被打烂了。 现在,不过是后来重建而恢复的样子罢了,可最终,他们发现没有机会,就是没有机会。 天上,韩非笑道,十二,在玄天大铺的时候,咱们没打过。 没想到,会在这里交手,既然来了,那就好好打一场。 岳十二笑着点了点头,好,在说完这话的时候,岳十二身边的兵甲盒,缓缓展开。 在上古战场的时候,他见过韩非的实力。 速度比他快,爆发似乎还比自己强,体魄更不用说了。 如果这些都比不过韩非的话,那就只有拼耐力。 岳十二打算拼耐力,韩非何尝不是这么想的。 折身拳硬不能用,至少不能一开始就用。 因为一旦出手,很可能将岳十二轰杀。 还有一种情况更可怕,一旦用了,没杀死岳十二,那自己就危险了。 毕竟,岳十二是一个兵甲师,要是针堆出上百层盾,折身拳硬能不能轰破。 也是个问题,其次,他不想用折身拳硬的一点原因就是, 他不知道,岳十二的天赋灵魂兽,不死金交,到底属于什么当次。 万一真打不死,用了起步白用,而不用虚无之线,算是出于对岳十二的一种尊重吧。 但如果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韩非肯定还是会用虚无之线。 因为,这定海图他必拿,刷,蹭,韩非闪烁,月十二兵的甲盒中有弩刀狂明。 韩非当然不会瞧不起这一刀,毕竟,这是半神兵,而且月十二有自爆半神兵的习惯。 磨变,砰,全印轰出,天穷之上,金光璀璨,空谋,韩非无语,第一刀,你就爆兵。 合着,你半神兵无穷无尽是吗? 韩非被震退,不过,半神兵自爆已经没法伤到他了,如果是在领悟无敌之心之前,半神兵自爆还可以伤了自己。 此刻,就绝无可能了,只会留下一点划痕擦伤。 那也能算是伤,砰砰砰,全印轰鸣,因为韩非看见月十二的兵甲盒中,半神兵一出来就是上白饼。 每一饼上,都有淡淡的红光,韩非认得这种感觉,是月十二战斗时候的那种莽劲,或者说是英勇无畏的气势。 韩非咧嘴一笑,十二,靠半神兵自爆,是不可能胜我的。 你确定,要折损这么多武器,韩非大概有了猜测,定然是月十二在上古战场,也找到了什么地方。 里面有大量的半神兵,将比于定海图,半神兵不值一提,就算全数耗尽,也没有关系,这应该才是月十二真正的想法。 抓刷刷,韩非在半空,疯狂闪烁,身影飘忽,他要做的,就是近战解决这家伙,全印如龙,激扬疯狂。 在这等速度下,兵甲师的刀剑洪流,甚至根本攻击不到自己。 几乎是鼠息之间,韩非就已经近身了。 光,只看见月十二再次抽出一件神兵,韩非眼睛微微一缩,至少是中品神兵以上的武器,已经可以严重威胁到自己了。 韩非大喝一声,九弓龙银,龙银升起,韩非施压下的九龙龙银,如今能产生最大的力量,大概有十浪的重力。 然而,月十二忽然喷出一口血,血液燃烧,那根肠棍上,力量通悬,连虚空隐隐都扭曲。 空龙龙,云雾排空,疯狂大作,恐怖的力量从高空冲击而下。 而那些早已做好准备的强者们,纷纷大喝,纷纷升空,互助着冲击浪潮。 否则,这些普通人,根本都不能活。 甲方,那些普通人,其实根本看不见什么,就能看见天空中的金光在闪耀。 肉眼可见的波纹,从天上扫到地下,这让他们心头憋着一口气。 一定要出去,将来自己或许也会获得这种力量。 天空之上,韩飞和月十二同时倒飞出去,正面硬荡一击,近乎十浪的恐怖力量,使得韩飞手中的黄金印直接暴碎,根本承受不住。 而在韩飞倒飞出去的那一刻,百兵破空击。 空猛,空猛,空猛,百兵自爆,恐怖的浪潮席卷悬空倒。 凡是没有被护主的房屋,田地,直接崩碎。 有据实,都被碾成了渣渣,月十二口喷鲜血,身后金色蛟龙出现,伤势在迅速恢复。 而韩飞在百兵自爆之中,根本看不见人影。 甲方,羊鞋面色凝重,这种威力,小尸地灵气和能量够吗? 江潮也是一脸凝重,按理说,应该是不够的。 只要韩飞去抵挡,那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灵气和能量。 只不过,无敌路绝不止这么简单,韩飞能第一个走到悬空岛上,岂是寻常手段,就可以对付的。 而那些被抢者护主的普通人,根本不敢相信这种恐怖的力量。 有孩子看见自己的房子,在眨眼间化作鸡粉,哭得稀里哗啦。 爸爸,家没了,妈妈,我们家房子塌了。 有大人安慰道,宝宝乖,过几天咱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要哭。 要记住这一幕,这就是抢者的世界。 将来,你们也将成为强者,也将站在这高空之中。 余威散尽,那轰鸣的爆炸浪潮之中,一尊惊人出现,脚踏虚空,头发散乱,然而那一身气势未减分毫。 月十二咧嘴感叹,真强啊,抓刷刷,韩飞在此狂飙而去,金光全印轰破虚空,半空燃火,音爆轰鸣,巨大的全印横灌半个天空。 吼,金色蛟龙,浮空展现,月十二正面冲撞而去,手中神兵,发出璀璨而耀眼的光芒。 空哦,唯有花里胡哨的战绩,就是硬碰硬。 韩飞一连三十余拳,堪堪抵住月十二不要命式的燃烧爆发。 那半神兵武器,差点轰在他身上,韩飞大口喘息,咧嘴笑道,十二,你还能撑得下去吗? 月十二的回答很是干脆,能,韩飞咧嘴,乾坤剑没练话,只能用血质哀伤了。 拔剑,天地间,被一抹白光照亮,驾芳,众人当即喝道,不好,全力出手,动用秘法,挡住。 而天穷之上,月十二在喝,爆,出乎韩飞的预料,这家伙竟然把神兵给爆了,而且还是他密法加持之下爆的,能挡住血质哀伤吗? 吃啦,神兵自爆余威,终于还是被血质哀伤给斩碎。 但是,这也极大幅度地降低了血质哀伤的攻击力。 毕竟,韩飞又不能发挥出血质哀伤全部的力量。 而月十二和曹家仁一样,曹家仁是倾尽全力和韩飞对轰, 月十二拿命在和韩飞对轰。 砰,冰甲盒中,一箭神兵大盾飞出,当,鱼音不绝。 然而,夏品神兵,级别不够,最多也只能勉强挡住血质哀伤剩余的力量。 卡擦,月十二第二箭夏品神兵崩碎,差时间,他鲜血狂喷,整个人如同陨石般,往悬空岛边砸去。 砰哦,地面在震动,一道裂痕贯穿三十余里,月十二半跪式的,跪在一个大坑之中。 然而,金娇咆哮,月十二浑身雪崩,全身燃火,似乎想发挥出最后一击。 有人惊怒道,他疯了吗?有人悍然,这样会死的,胜负已分,还拼成这样干嘛? 江朝唏嘘,如此恐怖的力量,他也能承受下来。 他那只天赋灵魂兽,不一般啊。 杨邪咽了口唾沫道,现在我确认了,这一次来的人真的很强。 韩非口角一穴,见此一幕,不得不感叹这个家伙是真的头铁。 就算赢了,又能如何,你还能去夺别人的运不成。 不过,这时候,韩非自然是不可能退缩的。 却见他脚踩虚空,大距灵阵浮现。 刹那间,天火降临,瞬间将韩非焚烧了起来。 韩非的能量空了,吃灵果没那么快,而灵气他充足,所以他需要来自白日里,烈日的力量。 这会儿,他哪会管有没有人发现端倪,只要能赢,他们看见了就看见了。 江朝骇然,白日引动烈日,不好,韩非助手,杨邪已经飞向天空,却被任天飞挡住。 杨邪,前辈,任天飞摇头,这小子对自己够狠,不过,没事,引动烈阳惊气而已,算不得什么。 杨邪无语,这特么还算不得什么。 然而,只是三夕时间,那道光柱消失,韩非整个人沐浴在火焰之中,皮肤军裂,但他并不在意。 月十二敢完命,他韩非不敢,那一刻,大坑之中,有金龙破空,这是月十二的最后一击,再来,他已经来不动了,给我碎。 韩非大吼,无敌权硬不要钱一样往外轰出,轰得天空炸开,虚空不稳。 强者们纷纷棘手方寸之地,只要护住自家子嗣即可。 看着在权影中崩碎的龙影,任天飞微微摇头,心态软。 不论是无敌权硬,还是舍身权硬,只要宁于一道,那莽夫不可能挡得住。 韩非喘息,于高空之上,韩非看了任天飞一眼,这个算是朋友。 第952章我找到我的同类了。 地面上,韩非虽然侥幸获胜,但也可谓是遍体鳞伤了。 不过,坑里的月十二更惨,哪怕有那不死金交,也只是才缓缓地在将他恢复。 韩非给月十二丢了一道神韵树,咧嘴道,此间天地,舍我其水。 我说要拿,无人可挡,月十二这混,说不出话来,他的嘴里,全是雪墨,还有脏腑碎肉。 这要割一般人,不死也半废了,这家伙竟然在恢复,生命力之顽强,就是韩非也不得不动容。 江朝,杨邪,还有一群强者都纷纷赶来,看着坑里的月十二,心里微微一叹。 如果都需要这种实力程度,才能拿到定海图的话。 他们的确是没什么机会的,眼前这两个人,就是俩疯子,战斗之时,舍弃了战绩,竟然硬杠。 完全就是在比谁的拳头硬,谁的承受力强。 简然,这个月十二败了,但是,在众人的眼中,韩非好像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 韩非的腿脚有些颤抖,往坑边一座,掏出了七八枚灵果,往嘴里塞去。 这一幕,看得不少人一脸无语,他们并不知道韩非的特殊,心说,就算你吃得下这么多灵果,你能吸收吗? 只听江朝道,散了吧,胜负已分。 这定海图,我暴徒学拿定了,有人皱眉道,韩非,你能恢复过来吗? 韩非咧嘴一笑,我还能再打一场,当即,那人没话了,当我白问,至于那些房子,田地什么的,没了就没了吧。 只要能出去,那算什么? 一个时辰后,韩非已经恢复过来了,这让江朝和杨邪都有些无语。 经历这样的战斗,只休息了一个时辰,就连任天飞都有些无语, 我的不灭体,好像并没有这么强啊。 当即,任天飞断定,韩非还有自己不知道的机缘。 反正,他明确地知道,韩非的不灭体并没有突破到第三重。 而第二重,即便巅峰了,在这种强度的战斗下,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恢复。 不由得,任天飞觉得这个便宜徒弟不错,很不错。 而被韩非连续丢了神域术的月十二,在三个时辰后,也终于勉强地恢复了过来。 月十二拖着疲惫的身体,跟韩非来到了湖边,坐在地上,韩非,你真的很强,我挡不住。 韩非吃笑道,你要是不完命,你早就挡不住了。 月十二憨憨一笑,随即道,所有人中,唯一人能与你抗衡。 江朝和杨协听到这话,都猛了,什么玩意儿。 这种程度下,还能有人跟韩非抗衡。 韩非撇了撇嘴道,曹天嘛,他来,他败。 月十二恢复没多久,天就黑了,这期间,并没有第三个人能进来,这才是让韩非疑惑的。 曹天那种憨子,只会比月十二更猛,没道理进步来。 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他在帮曹球,韩非一直搞不懂,曹家这么多天骄,为什么要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曹球的身上。 难不成,曹球比曹天更厉害,想起曹球那张脸,韩非立刻就摇了摇头。 就那小胖子,他能像月十二这样憨战? 没可能,一点戏都没有,轻位重新降临,月十二很好奇韩非会怎么做。 却看见韩非直接出现在弧面之上,身体扭过来扭过去,最终确定了一个地方,然后站定。 只看见韩非手一捞,整个人消失不见,看得月十二瞪大眼睛。 久久,月十二才道,这个,我学不来。 任天飞吃笑道,废话,你当然学不来,你只是投铁。 月十二认识任天飞,那个讹人的家伙,他只是不知道,这人比自己还仙道。 不过,月十二想着,既然韩非消失不见,那这人肯定也是输了。 否则,这会消失的就该是他才对。 月十二黑黑一笑,他们的天赋羡慕不来,只能拼命。 九一迷雾之中,这一次韩非遇见是莫非焉。 这女人似乎不晓得陷入了一种喜悦之中,也不知道在了什么。 忽然间,她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变了,直接出现在大河之上。 莫非焉看着突然出现的韩非,顿时脸色难看起来。 按照正常实力来讲,自己不是这人的对手。 而且,莫非焉早已发现,这九阴并不会直接给出幻境,一切实乎都是真实的。 那么,眼前这个韩非,应该也是真实的。 只是,韩非怎么会在这里? 莫非焉,你怎么来的? 想要干嘛? 韩非咧嘴笑道,我想要干嘛? 我来娶你气韵。 莫非焉顿时眼睛一眯,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是作为千星城大祖子弟,自然知道一些隐秘。 关于定海图气韵之说,她也被叮嘱过。 此刻,韩非说要来拿她气韵,为什么自己在九阴明雾里面会遇到韩非? 当即,莫非焉脸色大变,难道韩非已经走过了九阴迷雾,获得了一种掌控权? 她既然走过去了,如果她能掌握定海图,那么肯定就不需要对自己动手了。 五位传说声明,应该会直接认主了。 到时候,想杀自己等人,难道还需要她自己动手? 再加上韩非现在突然出现,说找自己拿气韵。 莫非焉瞬间就明白了,气韵之说是真。 只有集齐了所有人的气韵,韩非才能真正地掌控定海图。 莫非焉当即冷笑,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韩非非非非一笑,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吗? 反正,我一直都准备干你,刷,恐怖的金光拳炸裂江河。 片刻之后,韩非出现在弧面之上,如不出意外,又一份气韵已经到手。 事实证明,莫非焉也很强,手握神兵,其战力虽然比不上孙木,但相差不远。 最后,韩非还是动用了血质哀伤,不出意外,血质哀伤是定海一宝的事情,只怕是瞒不住了。 不过,不要紧,拥有一件血质哀伤,应该不会太出格,毕竟,此次过后,定海图也是自己的。 这也是一件定海一宝,说不定还是纯黄点说的,那什么人间盛气。 杨邪,小师弟,如何? 韩非往嘴里塞了几枚能量果,稍微休息了一会儿,问题不大,五十息后我继续。 五十息后,韩非消失,一炷香后,韩非回来,李黑夜和李白昼俩人,被韩非相对轻松地击溃。 定海图只能一个人拿,所以这俩兄弟是被分开的,也被韩非分别击败了。 这对兄弟,在一起的时候默契挺强的,似乎有一种心有灵犀的配合。 但是,一旦分开,其战力比莫非烟都差了不少。 所以,赢他们是到目前为止,韩非最轻松的一战。 半个时辰后,韩非身上鲜血淋漓,一座大山崩塌了一半,到处都是犬硬。 陈奥陈躺在坑里,哼哼唧唧道,你竟然没尽全力。 韩非扯着嘴角道,其实,你已经很强了。 可曹家人的实力,应该已经不分上下了,曹家人,怎么可能,陈奥陈一脸错愕,他好战,自认不输韩非、曹天、堂哥这些人。 却未曾料,韩非的评价,竟然是跟曹家人差不多。 曹家人厉害是厉害,但是也没厉害到这种程度吧。 韩非心说,你懂个球,你知道曹家人,其实也是个战魂师吗? 韩非不准备解释,最好,陈奥陈找曹家人去挑战才好呢。 让他们打去,却见韩非全印在出,陈奥陈消失了,被九一鸣雾直接给送走了。 半夜,韩非已经连续挫败莫非烟、李家兄弟、陈奥陈、幽野、龚月寒等人。 倒是自己最想痛欧一顿的孙慕,没遇见。 两位师兄也没遇见,曹天也没遇见。 此刻,韩非在意捞,结果,一颗星星直接被自己给捞没了。 韩非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览茫然,只听任天飞道,你忘了登台阶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失败了。 那些失败者的气韵聚合在一起,所以你运气好,直接全捞走了。 韩非皱着眉头,不对,八卦欣慰中的星星,我都已经捞完了。 怎么有些人还没出来,任天飞,自己瞧,只有进入九一零雾的人,才会出现。 没进的,自然也就没出现。 韩非绕着八卦欣慰走了好几圈,确定没有遗漏,这才关注起其他几个地方。 不过旋即,韩非心头一动,既然九一零雾这边没人了,那其他地方呢? 会不会有人,在五位传说强者那里? 只是,韩非好像没在那些地方看见有阵法啊。 一片森林,一片火海,一片海域,好像,只有玉比峰和第九那边的地理比较特殊。 片刻后,韩非根据星位图,找到了玉比峰。 只是,这里的星辰倒影似乎正常,等韩非找到第九那边的时候,顿时眼睛一亮,六个点。 是的,这代表着六个人,而且,有五个人还凑在一起,只有一个人落单。 韩非不禁皱起了眉头,是敌人,还是有熟人。 不过,想着这捞人,一捞就是一个,应该不会把几个全捞走。 所以,韩非没有犹豫,一把捞向了那个落单的。 哗,韩非眼前景色一变,顿时就猛了,怎么回事? 不是会随即换场景的吗? 此刻,他发现自己就站在了第九的地盘上。 而大黄正在和一群野猫在玩耍,英老太太坐在一根倒吊的枯树上。 韩非的忽然出现,让两者都是一愣。 大黄喊道,韩非,我找到我的同类了。 第953张大佬全部到场,看见这和谐的一幕,韩非也一脸猛逼, 英老太太不是来找图的吗? 怎么还带着大猫,一起来玩耍起来了? 却听英老太太道,你怎么凭空出现的? 第九也好奇地看着韩非,我没有感觉到你出现的方式, 应该是从九云明雾中来的吧? 韩非摇头,我从岛上来,英老太太微微一愣,你,去到了悬空岛。 韩非点头,前辈,此来未夺气韵,英老太太深深地看了韩非一眼, 看来,你找到了获得定海图的办法,气韵怎么给你? 韩非微微一愣,老太太不准备打架吗? 韩非道,要么分输赢,要么决生死。 英老太太叹了一声,怪不得,当约莫是好几百里外,有冲击力,波及而来。 只见,第九的尾巴一甩,无形屏障出现,挡住了这股冲击力。 韩非朝远处桥去,不惊讶一道,前辈,那边怎么了? 第九道,有几个人这里遇上了,再打架。 韩非愣了一下,正准备提出和英老太太打一场,好去看看隔壁什么情况, 却听英老太太道,好了,我认输,这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韩非错愕道,你认输,老太太笑道,这海自令,其实我是没有的。 那九一迷雾,我也走不过去,要这气韵有什么用? 这没海自令,不过是我在地下乘机杀了一个人,从他那儿拿到的。 我也是好奇,才进来看看,韩非,却见大黄养着脑袋,喵呜了一下,韩非,你要跟我打架吗? 韩非挠了挠头,英老太太,咱们能不能稍微正式一点? 做做样子也好啊,我向你提出挑战,你认输,我走人,老太太微微点头,随你,韩非当即直视老太太,我,向你正式提出挑战。 英老太太认真地看着韩非,我认输,韩非眨巴了一下眼睛,我是不是该回去了?嗡,的一下,韩非直接就消失了,全空岛上,江朝亚一道,这一次这么快? 韩非笑道,这一次没打,人家认输了。等等,我再捞一下。 山谷之中,青门如中鸣,轰龙乍响,崩山权益,被一扇大青门拍成粉碎。 王大帅和曹天正在大战,旁边半座山头已经崩碎。 此刻,王大帅浑然鲜血,两只胳膊上更是鲜血淋淋,肌肉撕裂。 另一边,剑翼凌霄,虚空之中,全是剑影。 有上品神兵,横扫八方,不是孙悟是谁。 在那剑气之中,数以百处,虚空震荡。 只看见虚空中有刀芒掠出,不见有人影浮现,楚临渊的声音浮现,呵。 若非那剑神兵,我斩你如切菜,而在山底下,曹囚大喊道,哥啊! 咱们不抢也行的,曹天笑道,试射成王,必抢。 咕啦,突然间,五个人眼前一花,接着,场景扭转,出现在了半空之中,五人都还一脸猛逼呢,就看见韩非也一脸猛逼地站在空中,眼睛瞪大。 韩非当即无语,还真给全捞来了,不过,这五人之中,王大帅和楚临渊都在,说明他们之前没败。 按理说,他们只要赢一个人,那就占了那人的气韵。 这也是韩非没遇到无名他们的原因,或许,在遇比风的时候,他们的气韵已经被自己给拿走了。 但五位传说生灵,并不知道这事,他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通过,所以认可一个也可以,认可五六七八个也可以。 但实际上,气韵已失,也就没机会再进入玄空岛了。 虽然韩非到现在,都没看见过气韵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每次胜利,就会被吸回了玄空岛。 这说明气韵已得,眼前,唯一让韩非意外的是孙木,他怎么会和曹天他们混到了一起去,王大帅和楚临渊当即掠了过来,小师弟。 韩非连忙给王大帅丢神玉树,不由道,两位师兄,这是怎么回事。 楚临渊,我一直和大帅同行,这一次,不过是碰巧遇上他们,断断续续打了一天了。 韩非扯了扯嘴角,打了一天了,王大帅道,这曹家的实力很强,我快扛不住了。 楚临渊,那用剑的家伙,靠的是武器,否则我该赢了。 却见韩非忽然看向曹球,曹球啊。 我向你挑战,你认输的话,我就不跟你为难了。 曹球刚想开口说话,却见曹天难得地表情严肃,不准开口,他想夺你气韵。 曹天有些淡漠地看着韩非,要打,就光明正大地打,何必骗他。 尊物贺道,曹天,差不多了,该解封了。 否则,我们必败无疑。 曹天脸色沉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已经高看了暴徒学院。 可到最后,还是小看了,王大帅那一扇大清门,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审兵。 甚至,曹天怀疑那是定海一宝的残骗。 一仗打下来,他发现这人的抗击打能力太强,还能从虚空摄取能量,修炼诡异今生之体。 自己只差最后的底牌没用出来了,可那底牌根本不应该对王大帅用,而是韩非。 这也是孙慕会加入战局的原因,若是赢不了王大帅和楚林渊俩人,他们气运不足,不可能拿到定海图,所以才会联手。 等一旦赢了韩非,解决孙慕不在话下。 然而,此刻韩非到了,而且,韩非是来夺运的,这意味着,韩非已经到了玄空岛,而且知道了气运的用途。 曹球一脸猛逼,啥意思? 哥啊,难道你体内还有封印? 曹天威威摇头,不是我体内,是你体内。 曹球当时就猛了,啊,我,我体内,哪来的封印? 曹天威威一叹,要不,为什么我跟你姐,都要给你争这个机缘? 你自小不喜欢战斗,又因为那件事,彻底恨透了世家大族。 按理说,不该让你来承载这个重担,但是,你拥有战神血脉,这是一种上补神脉,历千载而难得,你现在知道了。 曹球惊呆了,什么玩意儿,我身上还有战神血脉,蒙我呢吧,对面,韩非几人也一脸猛逼,韩非看向楚林渊,师兄,战神血脉是什么血脉。 楚林渊摇头,不知道,从未听闻,却听孙木笑道,曹家先祖,传说中以达王境之上的绝高境界。 战神血脉,时乃千年难遇,要不然你们以为,为何曹家,要一力让曹球拿定海图。 韩非吸了口气,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师兄,曹球我来吧,曹球顿时大吼道,别啊,你来什么来啊,我不知道啊,喂,哥啊,韩非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死了。 我不要啊,曹天悠悠一探,手中一枚金珠浮现,他看向韩非,此图必争。 想拿气韵,就堂堂正正来拿,忽然间,韩非喝道,等一下,曹天,韩非忽然往前一站,曹天,你们曹家是想曹球拿土。 既然你确定能解开那什么封印,那你还掺和什么呢? 这么说吧,除了在场的你们五个人,所有人的气韵我已经拿了。 定海图之谜,我解了大半,既如此,我先解决孙穆,你将你的机缘给曹球。 我自家的师兄,机缘肯定给我,我跟曹球单挑。 楚临渊笑道,我没意见,王大帅点头,小师弟言之有理,尊悟当即怒道,曹天,韩非此人诡计多端,切不可轻信。 只是,曹天却沉默片刻,好,但你要先将楚临渊的气韵拿了。 韩非扯着嘴角道,等我一会儿,韩非自然是不可能答应曹天的,如果曹球真有曹天说的那么厉害,现在双方就是一个平衡。 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谁知道对手有什么底牌。 韩非顿时朝着天空喊道,第九前辈,请现身帮忙。 韩非也不确定现在是在哪儿,但是,第九这种声明,不能以常理揣夺,万一听得见呢? 韩非有喊道,五位前辈,谁听见麻烦过来做个剑,我来了。 韩非刚刚继续喊,却见一只穿山甲,从虚空中钻了出来,出现在半空之上。 哦,韩非错愕道,这么快,第九淡淡道,途中和外界不同,只要不在九阴明雾和那岛上,我们五个都能听见。 吃啦,一团火焰冒了出来,火肿来了,就鸟鸣响起,水则道了,嘶嘶虚空中有藤蔓伸出,树林道了。 蹭,一道长刀从天而降,行刀道了,韩非这时候才知道,行刀竟然是一把刀。 之前,草炉未开,韩非还以为里面坐着什么生灵呢? 只见行刀颤抖,暴发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刚才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我等在此,任谁有通天底牌都没用,放手去做,第954章两招绝生死。 当韩非出现在第九的地界,让殷老太太认输的那一刻,行刀他们五个就知道韩非在夺运了。 为什么夺运,废话,当然是为了收徒啊,还能为什么? 只是,他们有些疑惑的是,夺运不该是在岛上夺吗? 难道九一年屋外的胜败就可以,当然,他们也听到曹丘所谓的战神血脉了。 王级之上的血脉传承,不容小觑,所以,韩非和曹丘之间,他们也很难选择。 所以,俩人决一胜负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至于孙慕,管他孙慕是谁,这边个个都能赢他,在乎他作甚。 不过是象征性的打一下吗?若是自己五人强行出手干预,那显得没排面。 只听水泽冷冷道,速战速决,快打。 韩非当即看向孙慕,发现这祸脸都绿了。 孙慕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状态。 在他看来,只要曹丘身上的封印开启,三对三,即便能赢,估计也都差不多了。 而自己,还有最后的底牌,谁都不知,到时候,可以轻松收揽全部气韵。 本来,绝好的如意算盘,竟被韩非一句话给喊破灭了。 哥谁,谁能不气,尊物咬牙,韩非,我记住你了。 韩非吃笑道,你不早就记住我了吗? 对了,这里不是九一鸣雾,所以,九一鸣雾那里的阵法,救不了你。 要么你主动认输,给我气韵,要么就干掉你,强拿气韵。 你选一个,孙木脸皮在抖动,眼神变得凶狠,你们真以为,我就没点底牌。 火种在燃烧,你有就拿出来,别墨迹。 孙木气疯了,他真有底牌,都到了这份上了,气韵全在这里了。 他难道不争一争,当即,孙木心意狠,喝道,站,韩非踏空朝孙木走去, 你知不知,从你第一次干不掉我的时候,那会儿你就没可能干掉我了。 底牌,最好早点用,用晚了我怕你根本没机会。 说话之间,虚无知线已经伸出,绝之哀伤,被韩非握在手中。 嗡,一百零八剑浮空而现,上品神兵被孙木直接握在手中, 四处,四女妹,拔剑,天底间,一道白光炸线。 今天剑气由天垂落,根本不给孙木反应的机会。 孤大决战了,你跟我四处骑红光,完娜,吼,逆法爆发,孙木一百零八剑皈衣。 仓促间,他试图以万剑皈衣之剑,挡住这一剑。 钉砰,万剑皈衣瞬间炸裂,孙木以恐怖的速度,朝地面坠落而去, 虚无知线直接勾了上去。 孙木正留着鲜血呢,身上的神兵战衣,被韩非一剑劈碎。 此刻,胸口到腰腹,鲜血淋漓,这档口,他又感觉到了生死危机, 于是乎,他也顾不得伤势,一张鱼皮图出现,竟是一张剑死图。 这也就意味着,韩非一剑,其实已经剑死一个孙木了。 不过,这家伙倒是把虚无知线给躲开了。 可韩非,身体刷刷刷在虚空连闪,舍身犬印。 巨大的赤红拳头,从天而落,直接将刚用过剑死图的孙木锁定。 面对韩非这一拳,孙木木刺欲裂,这家伙,为什么能发出两次这种程度的攻击? 诸仙一百零八剑,那一刻,虚空震动,不再是万剑归一,而像是一种法则之力,或者是剑道的特殊能力。 一百零八道光影,包括孙木手中那一剑在内,仿佛要冲破灵霄,剑斩韩非。 一旁的曹球,在疯狂地吞咽着口水,这怎么打啊?韩非这么生猛啊? 情刀忽然道,这一剑有意思,可惜用完了。 孙木在斩出这一剑的时候,根本没空去管这一剑能不能斩了韩非。 他身上所有的武器全部浮现,精血燃烧,护身欲浮现,不死印随时准备动用。 然而,就在他想动用不死印的时候,却惊恶地发现,为什么没用了? 这不可能,不死印,怎会失效?我的神魂,舍身全印,直接轰碎了沿途所有障碍。 什么半神兵,什么护身欲,全部暴碎,一拳之下,虽未能将孙木碾成渣渣,那是因为孙木家族的底气够,好东西多,换一个人早被轰没了。 轰朦胧,地面上,被一拳轰出一个五十余米的大坑。 而孙木的身体,正畸形地躺在里面,只剩泥流之气。 半空中,韩非看着孙木那一剑,往嘴里塞了一枚灵果。 孙木这一剑也是所定计,既然如此,韩非大喝一声,一根粗大的棍子朝着那剑光撞去。 韩非翻手压在棍子另一头,且喝到,九弓龙印。 轰朦胧,连棍带人,韩非被一剑戳向高空三千余米。 土肥员崩了三根触手,将韩非护在其中。 而韩非,胸口满是血渍,扛了下来。 这一击,绣花针压上重力法则,倾注九弓龙印,借助从天而下的自然重力。 可谓是,打出了韩非有史以来最重的一击,不是攻击强,而是承载在绣花针上的力量很重,远远超过了十浪之力。 就这,韩非还被顶上天空三千余米。 可见,这孙木也特么算是个牛人了。 有这种力量,他还藏着,掖着。 不远处,楚林渊和王大帅都惊呆了,小师弟,好强啊。 曹天也不禁握住了拳头,他没想到孙木这一剑,竟然被韩非如此挡了下来。 若是自己的话,应该没法在灵气和能量耗尽前。 挡住,至于行刀等,纷纷点头,这样,才有资格拿图吗? 下面,那或在出手的第一瞬间,就已经败了。 片刻后,韩非塞了一嘴的灵果,晃晃又幽落在地上。 去无知线还挂在孙木身上,使得他没法说话。 韩非冷笑,在三级渔场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 打架这种事,有绝招上来就放,跟你说你不听,还跟我四处起红光。 那玩意,有啥用,扑吃手起刀落,韩非手刃,几年积怨,一招解决,很实舒畅。 这不是九一迷雾,没有规则去救他,所以孙木真的死了。 曹球看得浑身都有点发抖,就这种魔头,你让我跟他打架。 我不要命了吗我,曹天吸了口气,放心,你可以的。 曹球都快空了,我可以什么啊我。 早知道,我就不该进来,这怎么打,两招,孙木凉了。 这哪是打架啊,这分明就是涅沙,韩非一道道神玉树,往身上丢来,伸手抓出一团起灵液当水喝。 然后,他才笑道,那个,既然要公平战斗,容我片刻不是问题吧。 第九点头,理所应当,你需要恢复至巅峰状态。 楚林渊和王大帅落在韩非身边,皱着眉头道,小师弟,你当才攻击虽强,但太过冒险。 能量和灵气全空,若是对方还有后手,可就不好了。 楚林渊直接掏出一枚发光的红色果子道,小师弟,这个可以帮你快速地恢复能量。 韩非心道,其实,我灵气眨眼间就不上了。 如果必要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再批一件的。 不过,楚林渊如此热心,韩非当然却知不公,多一次能量补充,胜算就多一成,不要白不要啊。 王大帅有些尴尬,韩非当即道,师兄,我知道你穷,没事儿。 你在被禁闭这么久了,我懂,韩非看向曹天,怎么着,你还不跟曹球发起挑战,然后认输。 曹天其实很想帮曹球,击败韩非这个强敌。 然而,他没这个机会,本来,双方就是势均力敌,此刻,暴徒学院三人在场,他没这个机会。 曹天顿时看向韩非,挑战后认输,气韵就从我身上转移了。 韩非点头,王大帅道,小师弟,我要跟你挑战。 韩非呲牙笑道,我接受,王大帅,我认输,五位传说生灵看得面面相去,这好像有点儿戏啊。 打到最后,开始互相认输起来了,曹天,曹球,我向你挑战,曹球哭丧着脸,我能不能不接受啊? 曹天摇头,曹球可怜兮兮道,那,那我接受。 曹天,我认输。 片刻后,众人退避,曹天一脸凝重地看向手里的金珠。 此物一岁,曹球或许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曹球了。 他握着珠子许久,心中满是怀念,他希望曹球还是以前的那个曹球,只需要发明东西就可以了。 家族重任这种事情,放在他身上,太重了。 可是,曹球是曹家重回巅峰的希望,他不得不这么做。 卡擦,金珠破碎之声传来,忽然间,正紧张到不得了的曹球,提表忽然出现大片金色的符纹。 符纹成片,练成衣道道绷带状的虚影之环,环绕周身。 啊,吼,曹球头发竖起,身体不受控制地凌空飞起。 此刻,他的眼中红光大胜,提表符纹由金色转成血色,恐怖的力量层层爆发。 砰,砰,砰,符纹崩带断了三根,曹天微微一叹,这已经是球球能够承受的极限解封了啊。 第955章战神曹球,韩飞继续给自己丢了一道神玉术,伤势基本已经恢复。 土肥原实力还不够,而且已经断了两根触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 韩飞下了决心,看来,阴阳神眼也要瞒不住了。 嗡嗡曹球的气势在攀升,身体在短短一会儿功夫下,长高了得有小半个头。 原本那胖胖的体型,此刻也瘦了下去,这样的曹球,让韩飞很不适应,不是小胖子的曹球,真的还是曹球吗? 疙瘩,曹球缓缓睁开眼睛,眼神变得陌生而狂热。 一种陈奥陈身上见过的那种狂热,出现在曹球的眼睛里。 不过,和陈奥陈也有不同,此刻的曹球眼中除了狂热,更有一种类似于曹家人的那种淡漠。 曹球看向韩飞,顿了许久,悠悠说道,以前的记忆,我没忘。 这一战,我不想打,不过,我不可能认输,战无退者,等你完全恢复。 说话间,曹球单身一身,灵气大手抓向孙慕。 狠狠一握,孙慕的身躯顿时被碾碎。 曹球淡淡道,孙慕,算我杀的,跟你没关系。 说完,曹球还看了曹天一眼,后者点头,一个孙慕,虽然有点麻烦,但问题不大。 韩飞目光微微一缩,曹球果然是变了啊。 这什么战神血脉,就这么恐怖的吗? 韩飞身边,楚林渊传音道,很强,脚尸地,你若还有什么底牌,尽管放手,反正得了定海图,你就已经站在了风口狼尖之上。 底牌暴露也没关系,背后有暴徒血院,王大帅点头,小尸地,赢他,一注香后,韩飞恢复全胜状态。 连番战斗这么多场,其林叶带来的提升效果,他已经消化过半。 纯粹力量,也站在了800万斤之上。 如果突破高级前吊者,应该可以接近一浪之力。 在魔变的密法加持之下,浮以无敌战役,即便曹球有战神血脉解封觉醒,又能如何? 五大传说,此刻都没说话,单从韩飞他们此刻展现出来的力量来看,甚至可以跟同境界的传说声灵抗衡了。 这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虽说刚才打孙梦那一场,韩飞也用了全力,但是那是全方位碾压的秒杀。 战斗的境界和觉悟相差太大,此刻,韩飞脚下一点,出现在半空之中,曹球同时飞起,活动了一下子身,从理智上,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血脉,似乎能影响我的情绪和意志。 久而久之,或许在这里血脉影响之下,会成为新的战神。 但,很难,韩飞笑道,你现在一点都不像一只球了。 来吧,让我也看看,所谓战神血脉,到底有多么恐怖。 魔变,韩飞体表流露出一丝金光,眼神也逐渐变得冷漠起来。 他掏出薄荷叶,塞进嘴里,看向曹球,都解封了,那就全力一战吧。 曹球点头,身上战衣退去,结实的肌肉隆起,虚空中,似乎有力量在进入他的体内。 战神,附体,秋休,俩人瞬间朝着对方冲去,轰轰轰,金光,红雁,充斥半边天穷,恐怖的静浪,形成风暴,碾压在地面之上。 山石崩碎,草木皆损,一上来,俩人试探性的攻击,几十拳后,曹球被凌空轰飞千米,但韩飞并没有任何喜悦之色。 他能感觉到曹球有些声色,对战神血脉的力量,把控不足,而自己,现在变成了魔刀石,即使战斗,就得分胜负,有什么手段,都该用了,巨无之线悄悄伸出,韩飞身影标射而出,无敌拳映如天际流光,横跨虚空。 曹球一脚踩出阴暴,一尊红隐隐的巨人虚影,与他身后浮现。 轰某,这瞬间,虚无之线瞬间扣向曹球,曹球眉头一皱,身后虚影身体一颤。 韩飞恶然间发现,虚无之线竟然无法再进分毫,根本扣不住曹球的神魂。 俩人在战分离,曹球目光冷漠,刚刚,似乎有强烈的危机。 你似乎有攻击神魂的手段,但是,在真正的战神意志之下,战意凛然, 神魂固若金汤,所以,此法无效。 韩飞咧嘴一笑,那我先看看,你能量是不是无穷无尽在说,轰轰轰,十兮。 三十兮,百兮,一座山头,直接被俩人轰碎,从局势上看,解开战神血脉的曹球, 在力量上比韩飞还是差了一些。 那些山头,基本上都是被他的身体给砸崩的。 俩人战斗的余威,让围观的众人心中悍然,这俩人的体魄实在太强了。 就连王大帅都不禁感叹,至少曹球现在施展出来的力量,赶上曹天了。 而韩飞正气喘吁吁,塞了一嘴灵果。 韩飞哑然道,战神血脉,竟然可以从虚空中不断摄取能量,好霸道的血脉。 韩飞皱着眉头,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初次见到曹天的时候,他还以为曹天是有储备能量,所以才能连续发挥出强横的攻击。 但曹天不是转身血脉,可能只是修习了相应的术法,否则他能量无穷无尽的话,王大帅早败了。 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战神血脉,这是单纯的从虚空中摄取能量,这比自己还过分。 虽然荒神体也能从虚空中摄取灵气和能量,但是并没有那么夸张。 哪怕自己已经七级灵脉,这个牺牲速度,已经远远高过常人,但面对这什么战神血脉还是不够看。 曹天此刻握着拳头,一脸严肃,所谓战神,战无不胜,只是,曹求血脉觉醒,和韩非在基础实力上存在着差距。 若不是拥有战神血脉,怕是根本撑不住这么一会儿。 这韩非的力量,比上一次在沼泽之地遇见时,更强了。 龙和,骤然间,却看见韩非眼中爆发出诡异的黑白两色光芒。 幻影琉璃赤一阵,风之鬼速爆发,刷,韩非在虚空中留下一道火痕,那是跟空气摩擦出来的火花,刺眼,骇人,因为速度太快了。 神蛆,魔拳,折身拳印,砰,天际绽放的火光,照亮黑夜,即便远隔千里,都能感受到那来自于虚空的微微颤动。 楚灵渊给的那枚果子,已经被韩非塞进嘴里,韩非体内能量再次充盈。 觉知哀伤,拔剑,白光掠过天穷,似乎砍在了什么东西上,摩擦出刺辣的声音。 等韩非定睛一看,一只百丈巨人,以双手和尖头在抗击。 然而,由于这一剑威力太强,致使那巨人身上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太上阴阳轮,这一刻,韩非自己,变成了一轮太极阴阳土, 只有二十余米大的阴阳土。 皆在那战神虚影身上,合拔剑术,同时陷入阻塞之中。 而曹球,身体置于巨人之后,双手按在虚空,在燃血抵挡。 虚空中能量疯狂汇聚,可是,顷刻之间, 哪能收集到多少能量来挡住这等强度的攻击。 所以,巨人再一点点被磨灭,向虚无转化。 楚灵渊还在惊呼,每一次攻击,都堪比刚才孙木那最后一剑了。 这等消耗,未免太可怕了一些。 王大帅坚定道,小师弟能赢。 曹天淡淡道,战神血脉不过刚当觉醒。 若是再有一段时间缓冲,韩非不是对手, 却听行刀忽然笑道,道不一定。 那小胖子,虽说看似没有秘宝, 但是他身上那封印堪比定海一宝的威能。 而且,他手上的那手环,才是这战神虚影的真实来源。 相比就算不是定海一宝,也是极品神兵, 这意味着,那小胖子现在也在使用两件至少极品神兵武器。 在双方都无法发挥出武器最强状态的情况下, 极品神兵和定海一宝并无区别。 所以,目前来看,小胖子只是抗揍一些。 水泽冷冰冰道,小胖子想要完全适应这种力量, 恐怕得三年以上。 你该早三年,解开他的封印。 曹天摇头,早些解开,就没有三重封印了。 最多能解开两重,并无意义。 楚林渊道,呵,能从虚空中疯狂摄取能量, 这才是战神血脉的底牌吧。 若没有这逆天之能,这血脉也就不值钱了。 楚林渊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颇为感慨, 大族的底蕴还是强啊。 仅这一种力量,基本就可以让曹球横扫朱笛了。 不管是自己,还是大帅,就算是曹天本身, 也不是曹球的对手。 前提是,曹球完全掌握了这等力量, 而现在,曹球只是抗揍。 砰,巨人虚影炸裂,拔剑术也在崩碎, 太上阴阳轮还在转动,直接朝着曹球转去。 后者脸色苍白,补充敌不过消耗, 若是韩飞攻击没这么猛的话, 只要打持久战,韩飞必输。 可韩飞显然想要速战速战, 他就不得不染血爆发。 此刻,一双仿佛从远古伸出来的巨手, 挡在他的身前,试图撕碎太极阴阳土。 然而,这可不是小黑和小白单纯所画的太极阴阳土, 里面还有韩飞。 滋滋滋,那双大手寸寸而裂, 第九忽然道,那黑白圆光里面, 有道运,小胖子快撑不住了。 曹天眉头紧皱,道运,韩飞才什么实力, 怎么可能和道运车上关系? 树林也道,即便没有韩飞加入, 那双手应该也撕不开那黑白土。 不过,却可以恐怖的力量轰退, 卡卡卡,巨手布满裂纹, 正在寸寸而碎, 曹球身上心血淋漓, 击翘流血,肌肉爆开。 若飞虚空中能量疯狂汇聚, 这会儿,可能会直接被太丧阴阳轮给批了。 曹天罕见的眼皮在跳动,认输, 然而,曹球不为所动,反而低喝,战神的意志, 不败,不认输。 战斗到底,方为始终, 曹天顿时心中一颤, 是了,现在的曹球,不是以前的曹球了。 当即,曹天看向五位传说, 请诸位帮忙,我们认输。 然而,五位传说声灵每一人出手, 只听第九淡淡道, 气韵之争,要么他认输,要么他败,要么他死, 其他人不得插手。 第956章水中摘星, 砰,曹天出手,试图轰向太极阴阳图, 然而,王大帅的大清门一阵, 硬生生地挡住了这一击。 王大帅咧嘴, 封印是你解的, 定海图是你要争的, 这场战斗,你无权插手。 滚开,吼,曹天彻底爆发了, 堪鼻舍身拳印的攻击轰鸣而出。 但是,此时却见一片金黑色的山体挡在前方。 第九出手,尾巴一抽, 那恐怖的拳印崩碎。 第九淡淡道, 怒的确是你自己选的, 不得干涉。 曹天刷目赤红, 怒吼道, 曹球, 认输。 韩非, 罢手, 只是这会儿的韩非, 其实根本听不见曹天在说什么。 跟小黑融合之后, 若非薄荷叶撑着, 他根本无法完全掌控。 这会儿, 都杀到这种程度了, 血性完全爆发。 除了赢, 还是赢, 韩非没有第二个念头, 又怎会停手? 砰, 大手炸裂, 一只手环扶空, 当于阴荡漾, 震天动地。 而这时, 无尽水飙出, 爆, 轰猛龙, 如同河暴爆炸, 烟尘冲上千米高空, 山体周围, 全是裂纹, 一条条沟河出现, 场面甚是浩大。 曹球以恐怖的速度, 被轰击到地底, 飞烟滚滚, 土地轰鸣之中, 曹天疯狂地冲了过去。 而天空之上, 韩非消失了, 仿佛从来就没有来过一样。 片刻后, 曹天从废墟中抱起 奄奄一息的曹球, 目光柔和, 放心, 以后不可敌之人, 哥不会再让你出手了。 谁说, 都不行, 而那手镯上, 出现了一个窝口, 被曹天抓在手中。 正要正在往曹球嘴里塞去, 只要曹球一息上存, 就可以活过来, 这才是曹天没有疯狂的唯一原因。 曹天看向天空, 蓝蓝道, 韩非, 有不为人知的底蕴。 全空岛上, 韩非出现之后, 直接昏迷了过去, 见此一幕, 江朝和阳邪巨士大惊失色, 月十二也是面色凝重。 任天飞眉头微皱, 这次是遇到什么强敌了? 竟然伤成了这样, 韩非体内的能量技术耗尽, 倒是灵气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在恢复着, 为什么? 小师弟, 小师弟, 江朝面色凝重, 莫荒, 韩非还有气息, 此刻的韩非, 身上同样是鲜血淋漓, 正所谓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那开了挂一样的草球, 看似一直在防守, 但能量冲击之下, 安有玩卵。 却听任天飞道, 不急, 他的能量耗尽, 应该是太累了。 找个巨灵师来, 一, 他的身体在自主恢复, 速度很快, 这十七级灵脉之上。 任天飞随即道, 不用找了, 等他恢复一阵, 他自己就能醒来, 他自己就是巨灵师, 比别人厉害。 韩非是在晨曦照耀之时醒的, 因为他感受到了阳光的温度。 睁开眼, 韩非就看见江朝, 杨协, 月十二等人一脸关切的神色。 江朝顿时喜道, 韩非, 怎么样? 杨协, 小师弟, 是谁把你伤成了这样。 月十二, 对方比我厉害, 曹天, 却听任天飞道, 我倒不好奇这个, 我好奇的是, 你不仅可以自主恢复伤势, 连灵器, 能量都能迅速自主恢复。 原本五脏受损, 睡了一觉, 竟然恢复了五成。 韩非牵动了一下手指, 发现有些疼, 当即心念一动, 给自己丢了一道神域树。 过了好一会儿, 韩非才唏嘘道, 谁能告诉我, 战神血脉是个什么血脉? 却见任天飞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 战神血脉, 江朝也是脸色大变, 不过没那么夸张, 他见任天飞的脸色, 有了几分猜测。 自己只是听说战神血脉, 而任天飞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任天飞道, 关于战神血脉的记忆不在我这, 不过大有来头。 以后, 你见到我, 自己问吧。 韩非心道, 你这话有语病啊, 你就跟我面前呢? 你至少的说见到你的真身吧。 只听江朝道, 在千兴城的上古纪时中, 传闻有一位开江辟海的战神。 据说, 那人拥有通天实力, 至少是一位辟海王者。 可我们暴徒学院的第一代院长, 有的一拼。 可可, 韩非翻白眼, 我们暴徒学院的第一代院长, 什么时候就变得这么牛批了? 不是说, 和强者打架中毒死了吗? 就埋在后山那个坑里, 进都进不去。 只听任天飞吃笑一声道, 你回来了, 看来是你赢了。 韩非微微点头, 赢了, 杨协和江朝十分感叹, 连战谁血脉都出来了, 还打赢了。 这个弟子, 实力深不可测啊, 韩非却看向任天飞, 任老头, 你不能够成人之威吧? 任天飞不屑地看了韩非一眼, 吃笑一声, 我认输了, 真以为师父要打徒弟啊。 哭, 韩非松了口气, 老任认输了就好, 不然, 这个只怕也不好打, 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一滴精血锁化, 还是借人家尸骨短短地活了一下, 反正, 肯定不好打就对了。 韩非不禁感叹, 只怕, 以后千辛城第一天交要变成曹球了。 讲起曹球那无限摄取能量的诡异血脉, 韩非就不禁有些动容, 这卦, 开得比自己的卦, 好像还要牛皮啊。 自己好歹也是储备好久了的, 不管灵气, 还是能量果, 都是一点点收集起来的。 那或可好, 直接从虚空摄取, 无穷无尽。 大晚的时候, 韩非又弄了顿饭, 苦吃海塞了一顿之后, 终于算是恢复了巅峰。 这让韩非不得不惊叹七级灵脉的好处。 连伤势, 都恢复得比别人快, 这要是以后变成八级灵脉, 甚至九级灵脉, 会有多强啊。 不过, 韩非那么低一想, 好像变成九级灵脉, 有点难啊。 毕竟, 真灵垂掉树后面几层, 去哪儿弄还不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 得先想办法, 将张加纳第七层弄来。 至于第八层在哪儿, 管他呢, 修炼到第七层, 到时候自己的实力, 应该更上一层楼了。 晚上, 夜幕再次降临, 第四晚了, 这一次, 韩非毫不犹豫地找到了那颗会变色星辰的地方。 虽然那颗星还是显示不出来, 不过韩非确定, 那玩意儿就在这里。 应该只有这一种办法可以拿到, 那就是, 水中捞星。 不过, 他刚想捞, 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来到了任天飞的身边, 老任, 话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早知道我会来, 任天飞摇头,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任天飞笑道, 你去找你的机缘吧, 不用管我。 韩非见任天飞完全不想回答的样子, 心里疑惑, 海自令是任天飞散出去的, 那颗星辰任天飞也找到了。 这对自己抢图来说, 其实更像是一场历练, 一场十分困难的历练。 按理说, 既然找到了那颗星辰, 任天飞当初就能拿了机缘, 为什么没拿? 这里面, 肯定还有什么韩非不知道的秘密, 也不管了, 到时候自己去问老韩, 现在, 自己把图抢到手了, 他该不会还什么都不说吧? 湖面上, 韩非伸手一捞, 抓, 韩非的眼前, 景色变幻, 似乎还是水面, 但是, 这水面有怪异。 韩非脚踩在上面, 就像是踩在镜子上面, 可偏偏就有连衣散开。 等韩非一抬头, 漫天星辰, 自己仿佛置身于苍茫星雨之中。 而在不远处, 一点红色在微微闪烁, 呲, 难道这就是那颗星辰, 就像是在茫茫星海, 宇宙深处, 但是韩非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总不至于自己在那种地方, 还能呼吸吧? 但是, 那些星星, 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在一块黑布上挂着一个小点儿, 韩非似乎伸手就能摘到一样。 在这片满是虚无的世界中, 韩非往前走了几十步, 来到了那颗红色星辰的三米开外, 眼睛不禁眯了起来。 一滴雪, 韩非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一滴雪犹如星辰, 这是什么雪? 这就是机缘, 忽然, 韩非透过这滴雪, 往后看去。 韩非发现, 一副熟悉的星辉, 出现在不知道远处, 还是近处的黑色虚空之中。 那是韩非发现的36个星辉图之一, 此刻在闪烁, 但并不显眼。 韩非连忙环顾四周, 一时间只感觉天旋地转, 36种星辉图, 出现了35个, 还缺一个。 韩非当即看向这滴雪, 连忙低头看去, 心中隐隐有些颤动, 难道。 最后一个星辉图在这, 自己所在的这片虚无空间。 韩非咽了口唾沫, 手指伸向那滴雪。 就在要触碰到她时, 虚空中有涟漪震荡, 一道阴影出现。 那像是一个人影, 而且是一个女子的身影, 仿佛被一层黑色的幕布所遮掩。 所以, 自己只能看见一道身影, 韩非皱着眉头, 收回了手, 和那影子正面相对, 距离很近。 哎, 虚空中, 出现了一声女子叹息, 似乎有些悲哀, 有些感慨, 听得韩非不明所以。 第957章36先攻, 在这一片虚无之中, 出现了一个女子的叹息声, 不管从哪方面看去, 都显得十分的诡异。 韩非拱手道, 前辈, 那阴影中, 一双模糊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韩非。 直到韩非感觉到浑身有些发毛的时候, 那阴影才说道,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你知道你现在拿了这机缘, 代表着什么吗? 韩非摇了摇头, 不知, 那阴影悠悠说道, 这个世界很大, 海中有海, 天外有天。 无尽岁月之前, 海族崛起, 苍茫大地被海洋覆盖。 有些人跑了, 有些人坚守, 不过总归是人族衰落, 人丁凋零。 韩非道, 晚辈有所耳闻, 不过现在有强者见玄空倒, 人类得以喘息和发展, 强者依旧在诞生。 人类的实力, 在逐渐恢复。 那阴影道, 你是说千辛城吗? 韩非脸色微变, 啊, 前辈, 你知道, 那阴影淡淡道, 千辛城是我搬来的, 为何不知? 呲, 韩非顿时就蒙了个逼, 千辛城, 是眼前的这位搬来的。 这特么, 就强得有些离谱了吧, 可以搬山, 这不算什么? 韩非觉得, 到了薛神起那地步, 就能搬山了。 可薛神起, 能搬得动一座碎星岛吗? 简然, 那是不可能的, 那特么根本就非人力所能及啊。 结果, 现在, 眼前这位说, 千辛城是他搬来的。 此人还是个女子, 这让韩非心头激荡, 很难平息。 只听这阴影道, 坚守的人类, 和海妖争斗九千余年, 终于打下了一大片疆域。 因疆域很大, 所以诸多人类强者, 化疆而至, 成了三十六玄天。 韩非, 三十六玄天, 阴影淡淡一笑, 也可以称之为三十六宫, 或者三十六仙宫。 而千辛城所在, 便为第九仙宫, 好阴阳天。 那时的仙宫, 就只是仙宫, 后来, 朱强以浮空时为机, 抓来海中山, 渡下浮空大阵。 如此, 才有了而今的千辛城, 韩非当即咽了口唾沫, 史前命文, 这特么也太劲爆了。 也就是说, 自己目前所在的整个疆域, 都是这第九仙宫范围之内。 而这样的仙宫, 还有三十五座之多。 即便这三十六座仙宫加起来, 还特么仅仅是当初人类手下来的一片基业而已。 更多的上古强者, 早就跑到不知道什么鬼地方去了。 韩非很想掰起手指头, 算一算, 仅仅一个第九仙宫, 是多大的疆域, 一个三级渔场, 就百万里纵横了吧。 不可知之地, 呵呵, 随便算一下, 就得几百万里纵横。 而且, 渔场和不可知之地又是分离的, 韩非的脑海中一片江湖, 好大啊。 韩非本能地以自己的知识面去解释, 地月距离是38万6千公里, 才七十多万里。 这第九仙宫, 疆域的有多大, 那阴影似乎知道韩非在想什么, 淡淡道, 第九仙宫, 疆域八百万里纵横。 韩非当时就差点而翻白眼了, 就一个第九仙宫, 就八百万里。 那假设三十六仙宫连成串, 钻算, 光速跑, 还得跑八分钟呢? 这还怎么搞啊? 韩非当即道, 那三十六仙宫, 出了无尽海域吗? 那阴影淡淡道, 普遍上认知的无尽海域, 其实和三十六仙宫在同一片区域。 注使之时, 三十六仙宫都在无尽海域那头。 只是, 仙宫虽在, 战时不止, 后有隐秘发生, 有些仙宫没落, 公主为保子民安危, 便将仙宫挪走。 必须挪到相对荒芜的地方, 人类才能得以安居。 当然, 挪移仙宫也有危险, 是设隐秘, 就不跟你多说了。 韩非心说, 这还没多说, 这说的已经够多了。 他不禁想到, 到底多强的人, 才能挪一仙宫。 而那么强的强者, 竟然也会陨落。 韩非道, 所以, 第九仙宫, 被挪到了荒芜之地。 阴影淡淡道, 不止第九仙宫, 在隐秘之中, 挪走的仙宫不是一座两座。 与我阴阳天皮林的, 便是水木天, 近况算是差不多。 韩非眼皮直斗, 四家隔壁, 还有一座。 韩非当即道, 前辈, 三十六仙宫之间, 也会有战争吗? 阴影道, 偶尔有, 但不多。 韩非吸了口气道, 前辈, 那你说的这个机缘, 到底代表着什么? 韩非看着这滴血, 心中难免有些忐忑, 这事情, 都已经到先宫了。 然而, 小爷我连千星城都还没去过, 纯种的乡下人, 不懂大城市的美。 那阴影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道, 此物, 你只需知道, 它有两滴。 两滴你都拿到, 届时你将成为阴阳天的新任公主。 韩非脸色变幻, 阴阳公主, 这名字, 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还是第九公主好, 为什么总是公主啊? 不是仙宫吗? 叫仙主不好吗? 对, 第九仙主, 这个名字, 好像听起来还不错。 韩非当即道, 那第二滴, 在哪? 阴影又叹了一声, 在仙宫的地心根基之中。 韩非眼皮一跳, 我特么连仙宫在哪都不知道。 或者说, 仙宫就是在千兴城的上面, 这是, 任老头可能知道啊, 到时候, 问任老头就行了, 不行的话, 暴徒学院也是很可能知道的。 再说, 还有老韩呢, 知道这个倒是不难, 只不过, 获得一滴就如此难了, 那第二滴, 还在什么仙宫的地心根基之中, 是不是会不太好拿? 韩非尴尬地问道, 那这个, 危险大吗? 只听那阴影忽然问道, 陆海台阶, 知道吗? 韩非连连点头, 这个, 我太知道了, 我就是在那嘎拉得到了无敌数, 好像差点而还放出了什么妖怪来。 尽亏, 当时没继续扒拉, 要不然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阴影淡淡道, 陆海台阶有四种用途, 一是和其他先攻的陆海台阶换取物资, 二是利用陆海台阶收集到的力量, 维系先攻阵法。 三世纪抬起天, 可能会有极低的概率和无上存在交易。 次是杨魁, 下面阵封着师海傀儡, 每个百年收割一次, 带回先攻, 夺其意志, 让其守卫先攻。 孤独, 韩非咽了口唾沫, 幸亏上天没和你交易, 要不然我的恋妖狐都没疼了。 不过, 这些信息简直就是超级隐秘, 所谓的献祭, 就是和别人家管辖下的入海台阶, 换东西。 怪不得, 总是换一些垃圾回来呢。 所以说, 这其实就是两个或者多个入海台阶里的人, 在相互交换。 说到底, 就是垃圾换垃圾, 最后, 大家反正都拿着垃圾, 或, 要是换个好东西, 自己宝贝得根什么似的, 其实那是别人不要的垃圾。 至于献祭的灵气会稳住先攻, 这倒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就是自家的这个入海台阶, 好像被自己搞出了一些乱子, 好像换东西这个功能出了点问题,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恢复过来。 韩非连忙道, 前辈, 若是入海台阶出问题, 献祭换不到东西了, 先攻是不是就得不到为耻了? 会不会掉下来啊? 韩非有些心虚, 这要是一座先攻掉海里去了, 这锅会不会扣在自己脑袋上去? 而且, 还是自己给自己扣锅, 假如自己要是成了这地九仙主, 结果, 到家一看, 家掉海里去了, 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那阴影微微摇头, 并不会, 先攻有自主法阵, 不会因为这个而坠落。 只不过, 这会让先攻之上的灵气稀薄一些。 韩非一听, 顿时就放心了, 不会掉下来就好, 否则我也搬不动啊。 万一这先攻就在千辛城头顶, 真掉下来, 说不定连带着千辛城一起给砸了。 那自己这半个地九仙主, 就成了光棍仙主了。 韩非随即就想到, 入海台阶镇压的傀儡, 要百年收一次, 这都多久没收了。 韩非不禁看向阴影, 傀儡不收, 会怎样? 阴影微微沉默了一下, 越仰越凶, 最后成为绝世凶物。 韩非眼皮一跳, 别啊, 我这接手一下先攻, 难道还要接手一个凶物不成? 却听那阴影道, 你该在意的不是这个傀儡, 而是先攻之上有许多傀儡。 而先攻的弟弟根基那里, 更有傀儡中的强者。 不出意外的话, 最低都是探索者级别了。 韩非, 当时, 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 最低探索者级别, 就这还让我去拿另一滴血, 不是我吹, 人家能把我脑袋摘下来当球踢。 我去探索者那里抢东西, 我还不如搁这里, 抢定海图呢。 那阴影看了韩非一眼, 你实力太弱, 短时间不能去。 这半地本原水, 对你也有好处, 但因为不全, 所以好处有限, 掌握了这一地本原水, 也就掌握了定海图。 韩非差一道, 这不是雪吗? 阴影没有回答, 而是探了一生, 将来, 一旦你成为新任公主, 需要承载很多事情。 具体什么事情, 届时你自会知道, 韩非, 为什么是我得, 当年, 也有人能得到定海图吧? 韩非感觉到, 那影子似乎在深深地看着自己, 却没有说话, 又把韩非看得有些发毛。 只见那阴影开始变淡, 韩非连忙道, 前辈, 您还活着吗? 有啥信物, 怎么执掌先功吗? 唉唉, 在韩非的叫声中, 阴影消失了。 这虚无之中, 又一次只剩下了韩非自己, 第958章半滴本元水, 那阴影走了, 给韩非留下了巨大的秘密, 自己跑了。 也不知道是早已陨落了, 还是怎么滴, 韩非觉得, 自己还不一定扛得住, 最低都是探索者级别的傀儡, 那我呢? 不过, 这一次, 韩非似乎听傻了, 荒芜之地, 他是到现在, 才知道这里有多荒芜, 监工因为什么是被打残了, 整个的搬到了这个地方, 连公主都没了。 就这, 还能发展成这样, 真的是眼界局限了自己的想象, 是想, 如果公主还在, 任天飞能从人家仙宫里面偷定海途吗? 韩非也不去想那么多了, 反正, 半滴本元水在此,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但反正就很高级, 再拿半滴, 自己就能成仙主了, 这如果都不叫高级, 那什么叫高级? 韩非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慢慢伸出了手指, 点向那半滴本元水。 嗡, 在韩非指尖处碰到那滴本元水的瞬间, 此物瞬间没入了韩非的身体, 直接就没了。 不好, 体魄在变强, 力量在增长, 韩非觉得, 自己得身体膨胀了起来, 吓得他连忙修炼荒神体。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荒神体修炼的速度, 快得超过了韩非的想象。 这速度, 一注相一次, 就这, 竟然还感觉有点赶不上身体的膨胀速度。 一直修炼了三百多次, 修炼到韩非已经麻木了。 韩非才忽然间发现, 自己的荒神体大成了, 修不动了。 可是, 韩非的身体还在鼓掌, 仿佛有无穷能量在堆积似的。 物草, 这叫对我好处有限, 有限, 就是这么有限的。 身体快炸了, 韩非不敢怠慢, 直接开始修炼起了不灭体, 否则, 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会被活活撑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韩非只觉得血肉筋骨一次又一次蜕变。 他甚至觉得, 自己的骨骼, 在朝着金玉之色在变化。 在这虚无之中, 很难有时间的概念。 反正, 韩非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变化。 哼, 韩非体内, 仿佛有什么炸裂一般, 大量的杂质从身体各个角落喷出。 那时候, 韩非感觉自己身体一沉, 不仅身体沉, 脑子也有点沉, 韩非直接往这虚无之中一躺, 脑子里面, 自动浮现出精神图来。 88块, 89块, 99块, 100块, 卡擦, 当精神图修炼到100块的时候, 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炸裂, 跟着精神图依旧在被打开。 101, 108, 156, 199, 直到第200块精神图, 被揭开的时候, 脑海中那昏沉的感觉才消失。 跟着, 韩非直接就彻底昏迷了, 啥也不知道了。 韩非的最后一个念头是, 如果这叫有点作用, 麻烦请多来点儿。 韩非也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 反正, 他醒来之后, 还是在这虚无之中, 但是, 当他第一眼看向自己信息的时候, 整个人就惊呆了, 直接傻眼。 主人, 韩非, 等级, 57级, 终级前吊者, 灵气, 432万568139999, 精神力, 9999分之9999, 感知, 500里, 力量, 一浪300万斤, 第一灵脉, 七级下品, 第二灵脉, 未觉醒,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灵于50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未觉醒,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五层神控术, 天级神品。 孤独, 韩非咽了好几次唾沫, 除了灵气上限, 只是从中级前吊者到了高级前吊者。 韩非发现, 灵气上限增长有3000点, 至于精神力, 搜的一下, 好像是达到了某种瓶颈了, 满了, 感知范围, 都不用你去计算了, 而是直接用你了。 力量蹭的一下, 飙升了500万斤, 这还不算, 天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个第二灵脉。 可谓觉醒状态是几个意思, 这还不够, 还能冒出第二只天赋灵魂兽出来。 而且, 也是未觉醒, 这让韩非经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这本原水, 到底是何方鲜物, 逆天之能, 令人发指, 区区半滴, 已经夺天造化, 那要是一整滴会怎样? 韩非闭目内视, 气血澎湃, 惊爱如玉, 骨骼半斤。 好像自己的不灭体第三重关, 竟然破开了。 韩非不禁唏嘘, 如果任天飞知道, 自己现在就把不灭体第三重给破开了, 会怎样? 眼珠子都会瞪出来吧? 这一次的提升, 实在多到了韩非难以想象的地步。 韩非缓了好一会儿, 才缓过神来, 韩非发现, 如果自己以这一身力量去打架的话, 好像孙木可以一拳灭之。 曹球再强, 应该挡不住十拳, 我好像, 真无敌了。 韩非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感受, 韩非只知道, 这一次, 来抢定海图, 值了, 一切都值了。 怪不得, 所有人都像疯们一样, 要抢定海图。 怪不得, 那么多大老站岗下棋, 怪不得, 暴徒学院因此而走向没落, 这的确是成王的契机, 如果有此等天资, 只要不陨落, 谁还能阻止自己成王。 不过, 韩非发现, 自己的精神力似乎过于强悍了, 直接9999满格了, 卡主了, 为什么? 按理说, 这超出之前太多太多了, 翻倍增长也不带这样的吧? 忽然间, 韩非感觉, 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图, 韩非的心念一扫, 山河大地近在心中, 图中世界, 韩非压抑了一下, 的确是图中世界, 自己好像可以勾连整个定海图了。 韩非心念一动, 就可以看见江朝和杨协在湖边桥首以盼, 月十二蹲在湖边一个禁地往水里瞧, 任天飞老神在在地坐在草地上。 然而, 扫过整个定海图, 韩非发现, 除了玄空岛上, 所有人都已经消失了。 难道七天时间过了, 韩非心意沉, 还不知道过去多久了呢? 光荒神体, 自己就修炼了几百遍, 只怕七天时间早就过去了。 玄空岛上, 湖边, 杨协一直在看着胡心, 老师, 你说小师弟能成功吗? 江朝唏嘘道, 应该能吧? 毕竟, 韩非是走上了无敌路的天骄, 这还是暴徒学院有史以来, 收到的第一个无敌之资的天骄。 只要不陨落, 旧日的辉煌, 很可能重现。 月十二蹊溜了一下鼻子, 无敌啊, 好羡慕, 任天飞吃笑了一声, 你们懂什么? 他这是心知无敌, 以心愿之力您无敌路。 虽然可以变强很多, 可并非真的无敌, 这世上啊, 连有真正的无敌, 有的只是不同的路。 江朝笑道, 前辈, 韩非也是您的半个弟子, 这样的弟子总归难得吧? 任天飞哼哼道, 这机缘, 是老子让给他的。 要不然, 当年我独吞了, 哪有今天的事? 忽然间, 一道人影, 直接出现在任天飞身边, 淡淡笑道, 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韩非, 脚尸地, 嗡嗡嗡, 就看三百多人影, 刷刷狂飙而来, 是村里的初代强者们。 所有人的目光, 都炯炯地看着韩非, 有人在微微颤抖, 有人眼中热切期盼, 有人紧张地吞咽着口水, 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感知到自家长辈都没了, 村里无数人在往这里跑, 恨不得长翅膀飞过来。 韩非问道, 师叔, 我去了多久? 江朝面露洗色地道, 两, 两天又三个时辰。 啊, 韩非诧异地看着江朝,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自己留在那虚无之上几个月的准备了, 谁知道才两天多。 可不对啊, 如果只是两天多的话, 那为什么定海途中, 其他人都没了? 任天飞道, 你很意外, 说明你去的地方, 时间流速不一样, 作有人中, 只有羊血有些颤抖地问道, 小师弟。 图, 拿了, 这也是所有人, 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韩非能听见无数人呼吸急促, 心脏跳动得厉害。 只见韩非微微一抬头, 开, 嗡, 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一下子, 大量的灵气和能量充斥在悬空岛上。 有人直接喜极而泣, 哈哈哈哈, 开了, 封禁解开了, 有人直接跪在地上, 此图终于有主, 终于不用再争了。 江朝顿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韩非, 好样的, 我肯定你就是暴徒学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 杨邪激动道, 小秦, 我出来了, 我马上就出来了。 月十二还蹲在地上, 看着韩非, 好羡慕。 一大群小孩子, 被这气氛所感染, 他们无法感受到大人的那种喜悦, 但是气氛是会传染的。 这会儿, 他们也在互相嬉闹起来, 作有人中, 只有任天飞早有预料式的, 神色淡淡, 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韩非第一个发现了不对, 韩非发现, 任天飞又变成了一具尸骸了, 面容枯稿, 似乎惊气神散尽, 又变成了一尊雕像。 韩非的神色复杂, 任老头这次来, 似乎没帮自己什么, 难道就是看着自己拿图? 但是, 韩非又感觉, 任天飞就好像是一种保障, 紧随自己到了悬空岛。 可见, 他的目的, 从来就不是其他人, 而是自己。 他是在看着自己执掌定海图, 甚至, 韩非猜测, 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出手。 比如, 如果自己真的不敌草球, 或许任天飞会出手。 只是, 韩非也不确定, 但不这么想, 违法去解释。 来时一句枯骨, 走时一句枯骨, 就好像他的这尊分身, 从未出现过一样。 第959章 离开埋谷之地。 此刻的韩非, 能够感受到定海图中的一切, 万物生灵, 皆在他的脑海之中。 韩非隐隐猜测, 之所以收获这半低本原水后, 自己的精神力增长异常的原因, 应该就是为了控制定海图。 韩非尝试着信念移动, 将九一明雾散开。 主人, 主人, 恭喜主人执掌此间天地, 触到声音, 烙印在韩非脑海之中, 来自于第九他们。 韩非咽了口唾沫, 好家伙, 定海图真的变成自己的了, 不用滴血认住。 韩非没有让他们来悬空岛, 而是问道, 我怎么离开这里。 只听第九淡淡说道, 主人只需心念离开即可。 韩非看了眼正紧张地看着自己的那些人, 当即回应第九他们道, 等我先行离开后再说。 韩非又将九一明雾恢复了, 既然可以出去了, 眼下的某些人, 就不得不防。 不过, 这些人都已经在途中生活这么久了, 而且已经传宗接代。 不管怎么说, 那些普通人是无辜的, 至于其他的人, 暂时也不能放, 外界是什么样的, 还不知道呢? 在进入地下城的时候, 可是有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呢? 一旦现在就放了, 出了地下城, 有些人肯定会被别人截杀。 那样的话, 他们很可能死得很冤, 如果自己现在不放人, 那么其中的某些人, 说不定还可以成为自己的人质。 虽说, 在外面, 有江老头在看着, 但是, 多一份保障, 总归是好的, 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 韩非当即面向所有人道, 定海图, 我已经收了。 但是, 你们大多数人应该知道, 定海图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的凶险, 相信你们也了解。 所以, 还请诸位再等几天, 等我离开了买骨之地, 再放你们出去。 有人心头微沉, 他们在猜想, 韩非会不会真的放他们出去。 毕竟, 韩非是暴徒学院的人, 在立场上, 他们从来都是敌人, 而非朋友。 也有人产生到, 韩非, 若放我们出去, 撑你的情, 以后至少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不会跟你们暴徒学院为敌。 对, 韩非,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终究也没了当年的热血和冲动。 而且, 跟老江他们也算熟了, 定不食言。 那些普通人只是刚看着, 也不敢说话, 但是, 眼中的期待, 易于言表, 只听江潮道, 韩非, 你带杨邪先出去, 我先留在这里, 稳定人心。 这些人, 终究还是放了吧。 韩非看了眼江潮, 微微点头, 好, 杨邪抑制不住有些激动的心情, 不过, 见江潮没准备立刻离开, 当即道, 老师, 其实, 我们先出去也是一样的。 江潮笑道, 也不急在这一时, 这么多年都待下来了, 还差这几天。 倒是你, 先出去, 看看小秦怎样。 月十二道, 我也出去吧, 我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韩非点头, 随即看向众人道, 放心, 说放了你们, 自然会放了你们的。 不过, 要等我先出去再说, 此刻, 你们各家都有人来, 就在外海域, 到时候, 希望你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众人点头, 即便之前意图阻止过韩非的那些人, 也都常常一探, 点头答应。 定海图的争夺, 有多激烈, 他们如何会不知道, 必定是整个千辛城诸多家族, 七大宗门都出动了。 偏偏得到定海图的是韩非, 是暴徒学院的人。 按照那些大人物的尿性, 定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而到时候, 就是他们表明立场的时候, 各家大族和宗门, 应该也不会看着自家曾经的天骄, 勇求于途中。 有人道, 韩非, 此事我们会尽量, 但无法保证。 不过, 到时候, 即便出现了一些不可预估的事情, 还请你能让这些孩子们先离开。 他们都是普通人, 并无修为在身。 有人应道, 不错, 我等可以留下, 但请你让他们能够离开。 似乎欲感到什么, 很多普通人都跟老祖道, 祖爷爷, 我跟你们共进退。 闭嘴, 那人怒吓, 这是你能掺和的事吗? 全都给我闭嘴, 不准说话, 有小孩子拉着某强者的衣角, 太奶奶, 我要跟你一起。 那强者叹息一声, 听耳乖, 会的, 太奶奶会跟你一起出去的, 咱们与仙宫的师长, 很好的。 一时间, 上演温情, 心情的时间到了, 韩非看了杨协和月十二一眼, 师兄, 先跟我出去。 杨协点了点头, 好, 韩非心念一动, 沟通第九五人道, 你们可以离开电海图吗? 韩非想的是, 这五人全都是执法巅峰。 而且, 都是传说, 持力之强横, 说不定能堪比探索者, 有他们五个帮忙, 自己可谓是有了五个超级底牌。 却听第九道, 主人, 我们早已和此间天地合为一体。 以您目前的实力, 最多只能让我们中的一人离开。 而且, 离开的时间, 有所限制, 韩非心头一尘, 还有这种限制吗? 难道是自己太弱了? 却听水则道, 主人, 第九说的是全部实力离开, 本体降临外界。 但若只是以分身形式降临, 我们可以在外面停留许久。 韩非眼睛一亮, 你们的分身, 有多少实力? 水则清冷道, 不足以成, 大概有出入执法的实力。 韩非眼皮一挑, 分身堪比执法镜, 这已经很强了好吗? 当然了, 对外界那些人来说, 可能还不太够。 但没关系, 至少自己可以临时让一个人完全降临外界。 处灵道, 主人, 虽然暂时无法完全降临外界, 但是主人你可以将人收进来。 只要非探索者, 我们五个可以在途中应对。 树林补充道, 之所以非探索者, 因为探索者极不易陨落。 虽然我等可以压制, 但途中天地在战斗中, 必会破损。 国种笑道, 若只是四五个执法者, 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但数量已多, 同样会造成途中世界的崩毁。 毕竟, 我们虽是传说, 但也无法倾刻皆灭敌。 到了执法境界, 掌握法则, 手段方式不少。 当然, 我说的是执法巅峰, 巅峰以下的话, 随便, 行刀忽然出声, 主人, 当个执法巅峰, 你可以往我这里丢。 我主杀伐, 飞天交类的执法巅峰, 与我如浮云。 韩非听着行刀的话, 不禁心头激荡, 听听, 这话才叫霸气。 执法巅峰往他哪儿歌, 意味着打进而起, 执法巅峰奈何自己不得了。 韩非当即问道, 我该如何将人收进来。 第九道, 定海图可裹挟山河, 主人可以照一片图中世界的投影降临, 将其装进去。 再收了这片投影即可, 九音凝雾, 就是一个很好的困阵, 只要九音凝雾困其倾刻, 便可将人收入图中。 韩非心头一动, 不禁问道, 那九音的法则力量, 我可以调用吗? 第九回应, 可以, 但此间天地毕竟只是一种武器手段。 所以, 不论是动用法则, 还是用我们, 主人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韩非, 比如说, 第九道, 想要让我们降临, 主人你需要提供海量的灵气和能量支撑。 不过, 若是在海面上, 水则可以自行吸取能量。 若是在林中, 我也可以自主吸收灵气和能量。 主要看主人你在什么地方战斗, 如果要动用九音法则的话, 需要消耗主人你自己的精神力。 所以, 法则之力也会减弱, 韩非吸了口气, 反正, 最大的宝贝本原水自己已经得到了。 这丁海图, 虽然也是牛逼哄哄的宝贝, 但自己也不一定那么需要它。 如果遇到执法境界的人, 倒是可以用丁海图帮帮忙。 超过这十例, 估计还是钻炼化天地来得更保险。 如此一想, 韩非现在也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 韩非回应道, 我知道了, 我先出去, 将来有事叫你们。 随着韩非心念一动, 整个人搜一下, 消失在丁海图中。 跟着韩非一起出来的, 还有杨邪, 月十二。 还是在那个万层台阶之上, 韩非回头一看, 发现丁海图依旧飞在半空。 随着他一招手, 丁海图直接消失, 没入自己的体内。 杨邪唏嘘道, 终于还是出来了。 韩非则皱着眉头道, 师兄, 照着你这个说法, 这应该才是我进入丁海图的第六天。 那其他人, 要是出来了, 难道全走了? 杨邪笑道, 说不定, 他们根本不是被送到了这里呢? 月十二复合, 有道理, 韩非三人下了台阶, 一路上, 那些海谷并没有变成超级大窟窿, 也没有窟窿风暴。 直到韩非走出了买谷之地, 回到了天空之城外, 转头往门楼上看去, 发现那句诗还依旧在那里。 韩非当即道, 前辈, 请问之前跟我一起进去的人, 都出来了吗? 那诗还看了韩非一眼, 出去了, 韩非顿时松了口气, 然后道, 前辈, 你为什么要守在这儿? 那海谷似乎陷入了沉思, 顿了片刻才到, 家。 韩非不禁感叹, 这天空之城,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不过, 就这样也挺好, 在未知的地域, 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 跟室外桃源一样, 似乎也不错。 至于这里的其他秘密, 应该也有不少, 好像现在的自己, 已经有本事去找一找了。 正当韩非准备叫杨协一起去找机缘的时候, 忽然就看见两艘吊舟, 飞到了天空之上。 江秦, 还有其他所有人, 都在, 第960章神仙吵架。 此刻, 气氛有些怪异, 韩非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 江秦和杨协有一腿。 这俩人四目相对, 江秦虽然还是依旧有点冷冰冰的, 但是呼吸却急促了起来。 杨协深深地看了江秦一会儿, 忽然张开了双臂。 刷, 俩人刷一下, 就抱在了一起。 韩非挠了挠头, 直接网掉周上一跳, 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啊? 洛小白, 我们只进去了一天, 这里的时间, 似乎有点问题, 得了些机缘就回来了。 张璇玉顿时搂住韩非肩膀道, 瞧瞧, 我终极了。 看见没, 终极了, 热人狂黑黑笑道, 我也终极了, 我兵甲合满了。 另一边, 王大帅和楚林渊, 白鹿以及沐青川, 已经会合。 看着这两队, 又看了看身后的江秦和杨协俩人, 韩非不禁感叹, 暴徒学院, 看来早就有内部谈恋爱的优良传统啊。 楚林渊道, 小师弟, 拿到了, 韩非点了点头, 王大帅顿时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 肯定能拿到。 韩非不禁道, 师兄, 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楚林渊道, 我们比你们出来就早了六个时辰左右, 我们是直接出现在买谷之地外面的。 在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就意识到, 你已经拿到了定海图。 所以, 一刻都没有停歇, 他们全部都离开了。 我估摸着, 你应该也快出来了。 所以, 就让大家在这里等你。 韩非心道, 果然如此。 韩非当即道, 小白, 你们既然那么早出来, 没有去找机缘。 若小白,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有多少机缘了。 其实, 我们所遇到的机缘, 全都在这个世界, 应该有不少人和我们一样。 我在夺机缘的时候, 遇到了不少人。 韩非皱眉, 散布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 张璇玉浮夸道, 那你以为, 不过, 还真别说, 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我去到了一片紫竹林里面, 历经千难万组, 终于有了一根上品神冰棍子。 当然了, 跟你应该没法比, 越人狂抖着脸上的肉, 说道, 我去到了一个果园。 我跟你讲, 那些果子会自己跑, 难抓得不得了。 还有果子, 会打人, 还有的果树上, 长着长边, 会抽人。 有的果子会自爆, 如果不是我防御力极好, 恐怕都会不来了。 哦, 韩非听得一脸猛逼, 果子这么厉害吗? 不过, 想想也对, 第九就是一枚果子所化, 称其为果子精, 也不足为奇。 正当韩非他们这边讲着故事的时候, 忽然听见江琴激动道, 我父亲还活着。 这会儿, 两个人还抱在一起呢? 江琴在杨邪怀里抬头, 然后连忙转头看向韩非, 他怎么没出来? 没等韩非回答呢? 就听杨邪道, 别担心。 途中, 还有不少千新城的人, 老是多留一阵, 也只是为了稳住他们, 很快就能出来。 韩非顿时压抑道, 秦姐, 你不知道? 却听杨邪道, 一直没跟你说, 老是比我更早进去, 我是后来才进去的。 杨邪这么一说, 韩非顿时就明白了, 怪不得, 江琴之前说找人的时候, 好像只是说找一个人。 原来, 还有这么个情况, 却听韩非, 秦姐, 你放心, 师叔没事。 对了, 我们真的不去找机缘了吗? 离开, 留下些机缘, 这些机缘对你们已经并不太重要了。 这话是门楼上的那句师还说的, 意思是说, 将这个世界的机缘再留给其他人。 韩非问道, 前辈, 外界海妖众多, 若是海妖来了, 死。 不等韩非说完, 那人就表达了态度, 那人看向众人, 机缘, 寄取之无度。 楚临渊道, 小师弟, 我们的确得离开了。 现在, 已经比其他人慢了好几个时辰, 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是找机缘, 而是应对来自外界的危险。 我们一旦慢了, 若外界发生动乱, 老院长若是被针对, 我们就错过了最佳时机。 韩非吸了口气, 楚临渊说得对, 没错, 这次可算是满载而归, 但外面, 江老头一个人顶着那么多人。 一旦其他大多数人出去了, 江自己得到定海图的事宣扬出去, 保不起他们真的会对江老头动手。 而且, 自己等人没出去, 江老头肯定不能够走。 可若是自己等人先一步, 或同时出去, 就算跑路, 江老头也可以带着自己等人。 韩非吸了口气道, 走走走, 那些家伙已经走了六个时辰, 我来试试能不能用传颂阵直接挪过去。 外界, 海妖境绝, 此一役, 苍蓝宇中继, 万妖谷伤筋动骨。 苍蓝八亿死了四个, 海妖境强者陨落五千余人。 苍蓝宇和千年影受伤, 短时间内, 绝无可能再攻打碎星岛。 不过, 薛神起自然不会小看万妖谷, 虽说苍蓝八亿死了一半, 但是千年影晋级了, 这意味着万妖谷现在有两个寻道级的强者, 堪比探索者。 而且, 等我把碎星岛的人带走, 有人笑道, 老薛啊, 你的人, 自然得带走。 不过, 我觉得, 这一次肯定有人走不掉了。 这里, 有不少人脸色并不好看, 就比如, 孙老的脸色, 似乎不太好看。 尊百圣, 孙家三祖之一, 此刻脸色就极为难看, 涂不涂的, 我现在不管。 但谁杀了我孙儿, 这件事绝不会甘休。 无声门有强者哼了一声, 我无声门向来和气, 弟子因征途而死, 那也就罢了。 不过, 我倒是想知道, 谁家拿了图。 你们准备怎么办? 无声门那强者, 看向曹家曹无敌, 他猜测定海图最大的可能是曹家。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当初, 曹求匠生, 曾来找无声门强者封印他体内的战神血脉, 这是绝密。 天剑宗有人道, 七大宗门, 本该同气连之。 我花料这, 谁家弟子获得定海图, 我天剑宗并不插手。 只要能证明那弟子有成王机缘, 辩护他成王。 与仙公有女子点头, 流水的家族, 铁打的宗门, 无论哪一宗子弟得到定海图, 我与仙公也会摆正位置。 即便到时候, 他所在的宗门独大, 也无妨。 沾海阁复义, 太虚怨复义, 龟元峰复义, 七大宗门在表态, 各大家族的脸色, 都不太好看, 群常是家大族, 想对付一个宗门都难, 更何况宗门一体, 七家联手, 实力恐怖, 特别是天剑宗, 有尊者尽强者坐镇, 谁敢不给这个面子。 除了这尊者尽强者, 其他各大宗门, 均有探索者坐镇。 保不定, 还藏着掖着, 还能有尊者活着。 这也不是寻常大族, 可以撼动的, 除非各大家族也联手,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族纷争不断, 即便联手, 也是极短时间的联手。 若真是七大宗门的弟子 获得了定海图, 除非是家大族联手, 将七大宗门碾平。 但是,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却听有大族强者笑道, 七大宗门得到定海图的 可能性不大, 一群没怎么见过 十面的学生, 能强到哪里去? 倒是, 若是暴徒学院的人得了, 怎么办? 刚才有人没提暴徒学院, 是单独撇开了暴徒学院。 打七大宗门难, 但是打暴徒学院, 却并没有那么难。 以往, 每一次争端中, 总是有暴徒学院的影子, 这一次也不例外。 而且, 韩非此人, 这些强者也算是吃小了, 吃力不弱, 还获得了风神珠, 至少也算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同样有很大的竞争力。 只听白老头冷笑, 呵, 怎么着, 七大宗门, 你们打不了, 就想打我暴徒学院。 谁给你们的勇气, 打我暴徒学院, 觉着我们暴徒学院, 只剩下两个老头子, 就好欺负。 哼, 去空中阴浪滚滚, 我将打千, 怕过世。 逼急了, 我们俩老头子, 拼掉一个尊者给你们看看。 白老头冷笑, 将老鬼这话, 我认可。 将打我们, 先拿一个尊者出来, 承受不了这个代价, 就甭想动歪主意。 呸, 俩老头子, 也想拼掉一个尊者, 说出来的话, 也不怕笑掉人的大牙。 白从夜幕光扫像说话那人, 瞅了瞅他手中的大福冷笑, 杨二福, 我暴徒学院的脾气美你大。 你信不信老子啥都不甘, 专门灭你杨家。 被换作杨二福的人吃笑, 你咋不试试呢? 嗡, 忽然间, 所有人神色移动, 一瞬间, 所有人纷纷消失在天空之上, 下一瞬, 已经到了上补战场。 因为, 有人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